欢迎大家收看由小峰教授网推出的web服务器安全防护系列教程 我是六贤草 今天我们来讲一下木马实战查杀 那么我主要举的是一个远控木马的案例 也就是我们非常著名的灰鸽子 灰鸽子是国内一个著名的后门程序 灰鸽子变种木马运行之后会自我复制到Windows目楼下 并自行将安装程序删除 它可以修改注册表 让它实现开机启动 它会注入到进程当中 隐藏自我 防止被杀掉 它因为它狭义浏览器 还有指定连接站点 盗取用户信息 下载其他特定程序 这是它的一些功能 为什么我要举这个远控木马的例子呢 因为这个木马 我们之前讲过 我觉得它跟病毒的一个区别 当然木马也可以算是病毒一种 对吧 但是我觉得它和我们传统的病毒区别就是 远控它希望它自己的动静越小越好 它希望实现对这个受害主机的持续的访问 所以呢 它的查杀相对病毒不太一样 也就是说你没有办法 有的时候你甚至都察觉不到 如果它不干一些事情的话 它都察觉不到它在你的这个计算机上运行 其次就是它和病毒的一个区别 就是我们的病毒 它可能是对你的这个系统造成一些破坏 但是我们的远控其意在获取一些用户的信息 它在于要跟这个受害主机建立一个持续的连接 它要建立连接的话 它就要走网络这一块走 所以我们的查杀流程是不太一样的 那灰鸽子的话 它是我们一个传统的远控 现在的话它的这个破坏性也比较小了 因为我们杀毒软件也在发展嘛 那所谓的免杀技术呢 一个是说利用它的这个特征码 第二个呢是利用它的这个远码 而灰鸽子这种已经被杀毒软件研究烂了的这种远控程序 它要去做免杀太困难太困难了 所以目前来说呢 有人想要用这个灰鸽子去搞事情还是比较难的 而这种新型远控的出现呢 比如说像灰鸽子之后 有一些什么大灰狼啊 什么终结者啊 爱国者啊 这些 其实它们都属于这种类型的远控 所以灰鸽子还是很具有这种远控的一个代表性的 也不算说特别特别落后 也没有落后这一说 它前面是 前面是冰河 后面的话就是大家比较熟悉的一些远控软件 然后我们先演示一下这个灰鸽子吧 这个的话 样本就不提供给大家了 因为考虑到这个 它这个软件的一个 黑客的特性啊 就我们就演示一下 那么 它的这个客户端就是长成 因为我这里的话 是安装了一个火融 所以它给我 给我 给我报错了 我先把它关了 那么它是可以正常打开的 打开之后呢 你看一下它这个 大概的界面就是这样子 然后这里上面是它的一些功能 点击这个配置服务程序 我们可以来配置一个木码 那我这里的话 我这个因为我不想去做什么映射之类的 所以我就直接在我的本机上 让它在本机上线 其实它现在这个症状呢 和其他的电脑上线都是一样的 所以我们直接在这里的话 输入我们本机的IP 就是127.0.1就可以了 那你看它这里可以去进行 一个什么样的配置呢 首先是这个上线图像 这个的话你是可以将它修改的 随意的修改 这个没什么 然后第二个呢 安装选项这一块 你看这里的话 是暴露它的一个安装路径 它是装在哪 它是装在我们系统盘的 这个目标下面 有一个这个hack.com.cn.exe 这是它生成的这个木码程序 它是把它的这个程序释放到这个目楼下面去 然后它还可以去选择一个程序的图标 那就是这样一个图标 下面有三个选项 一个是程序安装成功后提示安装成功 第二个是安装成功后自动的删除安装文件 这个一般会勾选 也就是说你运行这个木码程序 它就自动删掉了 那避免它把这个样本遗留给别人 然后第三个就是程序运行的时候 在任务来显示图标 这个可勾可不勾 一般来说呢会勾选第二项 所以你要是什么程序运行之后 它自动给它删了 那你可能要怀疑一下它这个 是不是远控 因为远控的话一般来说都会配备这样一个选项 这是这个启动项目设置 这里的话你看它干嘛 它一是写入注册表启动项 第二个是服务启动 显示的名称也在这里显示出来 那你看我们在这个研究上线的过程当中 我们是不是意外的抓到了一些它的特性 那对于我们之后的话要进行这个 打开一个WPS 打开一个Word吧 我们之后去查查的话 是不是可以有真正性的去查查 那当然这些的话都是可以修改的 你看它这个显示名册 而我这里的话只是 只是跟大家提一下 就是安装过程当中 你可以看到它喜欢去做一些什么事情 照来照去呢 无非就是这个 无非就是注册表进程这一块去排查 然后代理服务 这边可以不搞 高级选项这里它其实是提供了一些免杀的这个选项 目前还说没有什么意义 我们也不弄了 插件也可以不弄了 你可以往里面添加一些插件 是可以增加的 目前我们也不搞了 我们就直接生成吧 生成之后 它会在这个当前路径下 我刚刚是生成到哪去了 我再生成一次吧 在这儿 这样的话就生成成功了这个客户端 那这个的话其实就是我们要发送给就是所谓的木马 原控木马 所种的这个原控木马呢 其实就是运行了这个程序 它生成之后呢 发给受害者 假如说我们现在就是受害者 因为我还是用本件是吧 所以我就直接运行了 运行之后 那稍等一下 运行之后 你看看这边多数个加号 我们的主机就上线了 目前的话 因为我是自己黑自己嘛 所以没什么好看的 就上线了 上线了之后 它可以就实现一些操作 比如说你看屏幕监控 还可以监听它的视频语音 还可以执行终端命令 那还提供了一些什么选项 对吧 那我们就不演示了 这些功能的话 不是我们今天要讲的重点 上线之后 我们就来实战的进行一个查杀 其实刚刚在运行之前 我应该先把 算了我们先接着往下讲吧 然后在实战之前 大家还要去下载一个东西 这是推荐给大家下载的火熔剑 它是一个分析工具 当然你下载别的也可以替代它 比如说我们的这个冰刃啊 但是它们都比较老了 火熔剑的话是一个功能比较强大 也是目前来说比较好用的一个软件 它现在的话可以在火熔的官网 下载它的这个杀毒软件 也就是我刚刚运行的时候 大家看到的这个东西 它就是一个火熔 你看我刚刚这个运行的时候 它是给我报读的 但是现在的话 我已经中了这个木马 它好像并没有给我什么提示 我们要用到的 其实主要就是它这个 拓揽工具这边的这个火熔剑 它打开就是这样的 这是一个潜质的准备工作 然后我们来讲这个远控版的插杀 刚才我也讲到了 就是远控它的一个特点 就是它要建立一个连接 如果它是跟外面的这个建立一个连接的话 它肯定会经过我们的这个 Nestack-N 通过端口连接那一块 我们肯定可以看到 它跟外界建立的一个连接 但是的话 我们在日常使用的过程当中 比如说你登陆的QQ 那也会建立这样一个连接 所以我们只能去逐一的排查 还有就是你要对这个 每个连接建立的意义的话 要了解一下 我们先来看一下 怎么看这个可疑的连接 还是运行 然后打开个cmd 这里出入netstate 空格-an an的话是查看连接 如果你加一个o的话 它会把这个连接对应的进程的pid号给你显示出来 这是比较必要的 然后我们回车一下 这里就显示出了我们连接的进程 如果你是个人PC的话 你会发现这里的进程有很多 我们要去看的呢 主要是像这种状态 以ESTA这种状态开头的 是比较可疑的 如果它前面还有这种 就是一个外网IP 然后加上一个端口的话 就是比较可疑的 常见的远控端口 你是要稍微了解 当然你不了解 你去把上面找一找也可以 如果它是这种状态 前面外网又对应着这些可疑端口 那么你要去非常小心的注意一下这个进程 我为什么我这里是12C 因为我是本地上线本地嘛 所以我不仅有第一个 巴林端口的这个Foreign 外网的地址 我还有下面这个 巴林对我这个1289 所以这个的话 是因为我是在本地上线 然后它是这样的一个情况 大家交代一下 所以我们在这里的话 合理怀疑这样一个进程 它可能是有一点问题的 接着呢 就是我们要去看一看 它这个进程 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进程 刚刚说到这个 如果你要是对它这个外网 显示的这个外网地址 不太确定的话 你是可以将这个地址 进行一个百度的 那你要看一下 它对应的这个地址 是不是正常的 比如说微软的 或者是腾讯提供的一些地址 如果不是的话 是一个很陌生的东西的话 那你也是要注意一下的 所以这是综合分析 看看有没有问题的几个点 好端口的话 我们怀疑是这个嘛 然后我们下面就查看一下进程 这里推荐来用 命令旁下的 s list去查看 因为如果你要是 对了 如果你要是用那个什么 任务管理器去查看的话 这个PID号在这里 好像并不会显示 所以就不太好 我们在这里去查看 找到刚刚那个可疑的东西 2656 对应的是2656 我们看一下2656 它是在这个位置 那这个进程其实你是非常熟悉的 它是SVCHOST 是我们系统的一个进程 而且它的特点就是多开 你看这里 这里进行了一个多开 对吧 所以它也是比较聪明 它用这样一个进程来隐藏自己 当然到这一步的话 我们也没法确定 我们也很犹豫 它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东西 但是呢 一个 算了 就这样吧 然后我们看这个 看这个进程 你也没办法确定 对吧 然后我们下面 下一步呢 就是要结合进程网络服务 这样综合的去进行一个分析 这个的话 就要求用到我们的这个火龙键 但起码我们现在是锁定了 这个可疑进程了 然后下一步我们就针对火龙键 对它进行一个分析 我们打开火龙键 通过你这个的话 其实刚刚那些都可以不用看 你看它这里的话 给我们列得非常清楚 然后这是这个启动效码 找到那个 尺2656 这样是可以按照同大的小信息 一个编号的 然后2656 是它 这类的话 有的时候它这个公司名和描述 它有的时候会写错 这个好像是没有写错的 因为它这个前后的话是没什么区别了 跟这个其他的SVST 有的时候它会多一个句号 或者多一个空格 这种情况下你也可以用它来进行一个发现什么的 然后第二个就是它这个网络这一块 你也看它这里也是可以进行一个分析的 所以火龙键是非常方便的 网络这一块你去查看一下 然后还有就是服务 服务这里呢 你看它这个服务是非常乱七八糟的 而且我们按这个进程的话 它也不在这里说显示我们SVC SVST这个进程 它是没有开启服务的 但是 这个人它用来隐藏自己的这样一个进程 所以服务这块你还得仔细去看一看 有没有比较可疑的服务 我们这里来看一看 其实我们刚刚在生成的时候 大家也可以看到 因为我们是自己生成的嘛 所以在生成的过程当中 你可以看到它这个是写的一个服务的 在这个服务的 它叫Grey Pigeon 就是灰鸽子 然后在这里就生成了一个服务 如果你在这里看到什么可疑的服务的话 有的时候服务名它也是会自己写的 服务名自己写的话 也是跟刚刚一样 你去注意一下它这个描述这一块 有没有什么异常 就跟之前你遇到的 就之前的类似的这种服务不太一样 因为这些的话 你看都很正常什么系统啊什么 突然来一个灰鸽子什么什么东西 那我们肯定怀疑它这个服务是有问题的 那这样的话服务也给它修出来了 如果你在服务当中看到异常 基本上可以确定 结合刚刚那几项叛乱 基本上可以判定它这个净鸽是有异常情况的 那这种情况下 你先去把这个净鸽给它杀了 你看它当前是在线的 我们先把这个净鸽杀了 如果结束净鸽杀不了 你就去杀这个净鸽术 杀了之后你看它这边就下线了 下线了之后 你再去将这个服务给它处理掉 包括像注册表 注册表的话 单凭这个是没办法去拍乱了 所以你也只能去找一些 这个相应的 比如说那个太极字起那一块 暂时注意一下 比如说 在这里看看有没有它的这个 可疑的启动 看它对应的这个东西 如果有的话呢 你要把注册表这块清一下 但其实灰鸽子 现在已经被研究了非常多了 所以你可以直接对照 网上相应的这个 相应的这个 描述 直接对应着去把它注册表处理一下 注册表和服务 也是最后要是处理的 先杀进程 之后再去处理 处理它的服务和注册表 当然我们也只能说 就是去猜一下这个字起 还有它会在哪里去添加的话 这个要结合病毒 它自己 不是 结合目的它本身的一个特点 我们在这里的话是 没办法去预知的 这就是我们大概的一个查的流程吧 总结一下 先看网络 从网络中锁定进程 锁定进程之后 这个进程你可以 它这个是用系统进程来隐藏的吧 所以也没什么用 然后找到进程之后呢 再去找服务 服务那一块 它会对应一个EXE 如果你还是不能确定的话 你可以将那个 刚刚我们服务对应的那个EXE程序 上传到一些分析网站上 去分析一下是不是有相当的 就是这种异常 之后还可以结合服务 网络这一块再去分析 目前的话就是远控的话 大概就是这样一个手段吧 那其实我们的这个说这么多啊 如果你安装一个纱软的话 在你运行这个的时候 去建立连接的时候 它会给你爆出来 所以安装一个纱软 是比较有必要的 但是你了解一下 它的这个基本的流程 假装做了一些相应的处理呢 对不对 所以这样的话 一个排查流程 就是这样一个角度 去进行多方面的分析 把这个远控木板给它揪出来 好 以上的话 就是我们今天这节课 大概的一个内容吧 如果大家有什么 还想要写的 或者是有什么不明暗的地方呢 可以再问 那我们本节课的话就到这里 非常感谢大家的观看 再见